你现在住哪儿呢 地球 我只是表示一下关心 你呢 还是偶尔住住段少刚的公寓 看来 你是不想让这顿饭吃下去了 我也就是表示一下关心 我跟他并不像你想象的那边 你不会一直记恨我吧 再说 我现在已经彻底跟他分手了 当然了 你有新目标了吗 你说季晓冬 我跟他只是客户关心 是季晓冬 真是说曹操曹操曹操就到 喂 起来了呀 你不会到现在还没睡吧 真的 好啊 那你可等我啊 拜拜 我得走了 有点事 你去哪儿啊 少废话 当然 外部排除和季晓冬发展的可能 我知道 你跟季晓冬并没有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从我见到你们俩第一眼的时候 我已经猜到了 你跟他充其量也就是 好感 看来我话又说多了 既然你和季晓冬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就去见季晓冬 你吃你的饭 你跟着我干嘛 坐下 你老跟着我干嘛 我不自己跟那女的一起 什么那女的 她不神奇 去 回头给我电话 过去结账请 谢谢 一百九十八 你跟着我干嘛 谁跟着你啊 你不是跟着我你是干嘛呢 你住哪儿啊 你管着吗你 我告诉你 我的事你稍管 演唱会的票 一般都在哪儿卖啊 不知道 问你姐姐 段上刚是谁啊 他是你什么人啊 我好像听过这名 关你屁事 看报了啊 黄奖医生来了吗 哎 来了来了 拿一本 哪个报纸有演员会的广告啊 哎 这个 这个 这上面全是广告 五毛 五毛 再钱五毛 报纸去 哎呀 把这也不找起来 哎 谁 给我 我还去点演员会的门票呢 我拿回来 哎 走 不就二百吗 我姐还给我三百呢 小屁事 我还是不想封了 你怎么还放在哪儿 你怎么办 我以后来 对 吃过了 怎么样啊 能怎么样啊 被小便三卷走了两百块 给自己弟弟钱 那能算卷吗 我给他钱 是他从我钱包里抢的 多懒你 讨厌 都是你鼓动我去的 快到家了 快到家了 你怎么又小灵通啊 你没在家呀 是什么呀 你到底在哪儿 我出去溜达溜达 一会儿就回家 一会儿 一会儿是多久啊 一会儿就一会儿 你先回家吧 这什么呀 这不前两天跟您说了吗 给您买了件羽绒服 今儿拿回来 赶紧试试 尽管花钱 以后别买了啊 爸 多多那戏拍了 快了 没多少 那他依然在家待着呢 在 干嘛 我随便问了 才出去了 你当他跟我这老头似的呢 天天在家待着 这日子昨天跟今天 就没什么区别 天天见咱们两个半人啊 他不是不喜欢出去吗 谁不喜欢出去啊 有小姑娘不喜欢出去玩的吗 以前能人为你 现在人为了谁 喂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干嘛 我好像又是忘带了 出门怎么不带啊 我哪知道你出去玩了 行 那你出去玩吧 什么 玩去吧 玩去 你让我上哪儿去玩去 知道了 爸 嗯 多多吧 啊 嘿 他出去玩 我放心我 他 是不是和季晓东在一起啊 那还能有谁啊 我 我倒也得有地儿玩去啊 这个死老段 假不了吧 不然 也不能像跟被虫似的 多得走哪儿他跟得哪儿 许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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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多 许多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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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不太好说了 为什么 那还不是因为孙秀梅 谁 你去哪儿啊你 你昨天骂我是流氓 不会是因为孙秀梅吧 我跟她没关系 季晓东 别人不知道你 你但我也不知道你啊 你知道我什么呀 季晓东 贴那些碎纸片 挺麻烦的吧 你是以为 我贴了那些破纸片 然后才得到孙秀梅的电话 有一块块贴 你想想我累不累 我有病啊我 那是因为你走了以后 孙秀梅又回来 把电话给我的 季晓东 你有意思吗 我又怎么了 我告诉你 我刚才就跟孙秀梅在一块 我亲眼看见他接你的电话 你给人孙秀梅定约会 那甭把自己形容得 被人勾引似的 我跟他约什么了 那是我告诉他 他求我的事我给他办完了 那叫约会呢 许多多同志 我现在可能是岁数大了 脸皮厚了 这要是早几年 我非得被你损得得了抑郁症无可 看来这孙秀梅说得真对 他说什么了 他说你是属于老母鸡的 这老母鸡最翻脸不认人 他下了蛋 别人碰一下 他转身就走 连看这蛋一下他都不再看 他还说我什么了 他还说 自从你去了他们家以后 你就跟兽气包似的 即使没人欺负你 你也老苦着个脸 害得邻居们 都以为他爸成天虐待你 他还跟我说 你妈因为忘了你的生日 带着你的弟弟出去玩 所以从那以后呢 你就再也没跟别人提起过 你过生日的事情 长大以后 正好相反 从这个兽气包啊 一下就变成了债主 你认为他们都欠你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呢 谁都不敢跟你说话 连你妈都不敢给你打电话 还有呢 还有 他说他和段绍刚 你是因为段绍刚才特别烦他的吧 因为 段绍刚才是你的初恋 对不对 你担心什么 我担心你和孙秀梅的未来 怕将来大家见面尴尬 你放心吧 我和段绍刚已经分手了 最重要的是我和孙秀梅的家 没有任何联系 你担心的 所谓尴尬的大团圆的局面 永远不会出现 永远不会出现 不是我喜欢他 我是想从他那儿了解了解你 从昨天到今天呢 我还没有睡觉 因为明天我就要出差了 我怕我回来以后呢 你再被别人追着 所以今天我连车都没开 走着就过来了 我夸孙秀梅啊 不是我喜欢他 像孙秀梅这样的女的 对我够不上诱惑 段烧刚喜欢他 只能说明段烧刚 对女人的审美有问题 我说错了 你除外啊 你是他瞎猫碰死耗子 碰上了 谁是死耗子 我那意思啊 他碰见你是他的运箭 不能说明他有眼光 我和他不一样 我和他不一样 我比他 更了解你还 傻小子 其实你根本并不了解多多 你们像小孩过家去似的 就结了婚 你又去了美国 你知道多多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吗 她是你对她好 她就会把心掏给你的姑娘 你也不愿意 儿子 多多现在还住在咱们家里 你要是后悔了 还有机会 别等人家有了男朋友 人家嫁了 你后悔院都没出没戴去 你对我了解什么 你不信是吧 好 那我跟你说一说 你小时候最想得到 而没得到的一个生日礼物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生日蛋糕 对不对 这个事你只跟你爸和段少康说过 对了吧 其实你这个人有点自卑 当你自卑的时候 你就对谁都是冷着个脸 其实有时候你这个人特别特别不自信 所以你不会主动的去关心别人 但是你心里边又非常非常渴望别人来爱护你 谁关心你爱护你 体贴你 你呢就会依赖什么 比如像这个 你爸呀 求伙 徐多多 如果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对他们一定都是不讲理 尤其是对你爸 你认为不讲道理 那才够得上亲密 那才体现出信任 对不对 还有啊 你一不自信 你就要逃跑 其实你心里边挺喜欢我 我知道 你想要单纯一点的关系 你怕跟我接触以后呢 我给你带来买了 那你干嘛还跟着我 哎 我也想叫你依赖我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天天逼着你爸吃盖片 你怕失去他 我也想有个人天天逼着我吃盖片 怕失去我 我求求你别老让我在光天化日之下 说这些肉麻的话好不好 想出去玩吗 徐多多 傻响子 好好想想啊 我走了 爸 嗯 那我送您吧 不用了 你上班去吧 我还正好溜达溜达 对了 多多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生日你没忘记吧 还好 算你小子没那么混 他过生日 你想给他买什么呀 买什么呀 生日蛋糕啊 就生日蛋糕 怎么了 我说多多当初看上你什么了 你走 你走 走走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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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把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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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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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 找你 想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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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晓东 其实我还有很多地方 你不了解 不了解就对了 一下都了解了 那不少了很多程序啊 什么程序 新鲜感 不拉手了 让了 走 啊 没事 没事 我帮你扶一下了 来 慢一点 慢一点 好 好 好 慢一点啊 好好好 慢点啊 看我了 来 喂 你在哪儿呢 我在户外乐园呢 喂 逗逗你干什么呢 不是你让我出来玩的吗 你一个人啊 阿 阿是什么呀 阿州市呗 许多多 阿 快点啊 阿 你一个人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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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你怎么不坐那个车回去啊 我这不是想跟你多待会儿吗 你赶紧回去吧 说不定有邻居 静瞎说 哪有人 喂 爸 我回来了 你不用来接我了 那就好 还打算接你呢 你不用接我了 挂了啊 是我爸 催我回去了 好啊 早点回去吧 别让他担心 你什么时候回来 大约一个星期吧 打电话 好 慢一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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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 喂 你哪儿去了 我进不去门 我正晚家走呢 催我回来 你自己上哪儿去了 我就不能有点秘密 你有什么秘密啊 我怎么就不能有秘密 你没有啊 算了 饶着你吧 我这儿实在太累了 我得睡觉了啊 早饭不用叫我 干吗 我怎么觉得你今儿鬼鬼祟祟的 你吧 我也 我也累了 困了 我是不是想睡觉去了 喂 谁啊 哦 哦 娶多多 娶多多 起床了 咱们得立黑板去 老邓一会儿也来啊 你就放心吧 我都给他打电话了 我告诉他呀 今天一定被把黑板给我立上 一会儿你就打把手 这句话跟他好好聊聊 怎么还不出来呢 还别着急 别着急 快啊 腰酸背疼的 我今儿怕是帮不了你了 我昨儿摔了好几个跟头 我今儿要是在干活 非重伤不可 活该 那你自个儿玩的 不值得同情 你这怎么这样啊 看什么呢 快去 起开 小喇叭这往咱家看呢 不是等你了吧 咱们今天晚点下去 干嘛 我懒得跟他废话 他要怎么找你了 我看他最近精神不正常 怎么不正常了 腿腿跟特伙似的 不定藏哪儿 老不定窜出来吓你一跳 说话能疯疯癫癫的 是你又招他了吧 我招他 我翅膀撑的 早上就吃这个呀 那 那是我的 我还没写你 就拿这个对付我了呢 你不是早晨你不吃吗 谁让你把我叫醒的 今儿冷啊多穿点衣服 我给你买一碗杂质 你呀 打一巴掌三一天子 谁说的 我主任没叫你们 你这忙忙忙干什么 这就是 我这要上你们家找你们进呢 知道知道 您着急黑板是吧 那个 我爸拉肚子 那个 疼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我去给他买点药 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刚打电话好好的呢 这怎么 刚才就已经拉了 那个疼得满头是汗 那我上去看看去吧 不用不用 我已经给他吃药了 我这是再去买点给他背着 您放心 绝对误不了黑板 快去吧 再见吧 多多 你快来 我问你点事 什么事 你爸 有什么动向啊 什么动向 老段是不是找对象了 您这帮谁打听呢 帮你王大妈呗还帮谁啊 你也知道你王大妈呀 一直对你爸有意思 这不打那天听说你爸要搬家 你王大妈就像掉了魂似的 等会儿 我爸说的要搬家 我也在啊 是吗 你想啊 他一个老头 没事搬什么房子呀 将来你们小两口 那说搬就搬出去了 你说一个老头 他瞎折腾什么样 那肯定是有什么事了呗 你可不知道 你爸呀 最近老身处鬼没的 老是一个人出去 一出去就是一下午 你那天刚出去 你王大妈就说 你爸最后就出去了 你说他要是没什么 那能吗 是吗 我还能撒谎吗 我还能撒谎吗 够点了 我说怎么学到我下来呢 敢请你忙着梳洗打扮呢 打扮什么了 我不就换点新衣是吗 啥时候给自己买的呀 昨天 还不错 比我给你买的那件 酷多了啊 我想两件倒上着穿 免得抹旧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臭美了 老段 不会 是不是真有什么秘密吧 什么秘密啊 还想瞒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啊 这一天又是臭美 又是鬼鬼祟祟的 是不是看上哪个老太太了 无聊 我无聊 我这归心你 用不着 说说说说说说说 说什么呀说 秘密啊 我告诉你 你告诉我吗 告诉你什么呀 秘密啊 你也是秘密啊 不会吧 不信就算了 你看 昨天把手机忘了 甭看了 欣如来电话 问你有什么急事 诶 诶 多多 你不是打算跑去 告诉他秘密是吧 我那是去问他拍戏的事 好 等你有了秘密 咱们再交换 神气啊 什么 季晓东 哎呀 求你呢 那你能别像踩着垫门似的吗 哎 哎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 我说你有两手吧 我就知道 你离了婚以后 就等于放狐狄山 怎么着 准了吧 人家季晓东是多大个黄金王老五 被你凌处溜了给迷眼的 哎呀 我求你了 你能别说那么难听吗 这你还嫌难听 要是让那帮追她的女孩知道了 不怕你活动了才怪呢 远的不说 杨宽宽就能跟你拼命吧 我也不太敢断定 不敢断定什么 你们俩的关系啊 你还犹豫什么呀 不确定 先攻下来再说呀 等你什么都想好了 主说的鸭子早就飞了 我跟你说啊 这事儿 你还真别不放在心上啊 杨宽东说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要一个星期 那现在当务之急 你要先租一间房子 干嘛 干嘛 难道你还要跟你前老公公住在一起吗 你让杨宽东怎么想呀 可 可要是我走了 老段 老段他会不习惯的 我也会不习惯的 习惯算什么 习惯的是人养出来的 小叔老师没告诉你啊 习惯的是可以改的 你跟老段就这么住在一起 算怎么回事啊 其实 我跟季晓东 也没开始 你不会是为了劳断 要放弃杨宽东吧 你脑子里想什么呢你 我知道 你怕劳断一个人孤单 可是 可是人家有儿子呀 少刚干嘛的 他白吃啊 他 他哪有心思管劳断啊 那是你觉得 人家毕竟是亲生父子 就算你说得对 少刚不靠谱 你就靠谱了 你和他已经离婚了 不管是谁的原因 你们是离了 人家老段现在不黏你 那是他可怜你 其实我不说你也应该明白 你和老段 不可能就这么住下去 你又不是他姑娘 你是他前儿媳妇 你们现在不提分家 那是你们相互可怜 那是掩耳盗铃 早晚人家都得知道 你离婚了吧 到时候你们再住在一起 你就不怕 人家说你 你就不怕那些 更难听的话了 到时候 是你好受了 还是老段好受了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儿孙自有儿孙的福 老头也自有老头的运气 没你啊 人家可能过得更自在呢 儿子也回来了 再找个老伴 日子过着美着呢 我知道这几年下来 你和老段出路的 真跟父女之的 谁也是舍不得谁 可这毕竟是自欺欺人哪 你要是真舍不得 你就把眼前的日子 过好了吧 这日子啊 也许也没几天了 喂 喂 爸 你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我在菜场呢 没想着 没看着办吧 那 那我要点螃蟹 再买点虾 多少钱一件 你管那么多干嘛呀 不是你说你馋螃蟹了吗 什么时候先孝顺了 不是跟我争 谁买菜谁就有钱 买自己爱吃的了 自好谣 你自己说的吧 你的好夸张啊 雨了 要是你 我 沽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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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王大妈 你也来买菜啊 那什么你爸咋样呢 你爸呀 他怎么了 你爸不是拉肚了吗 你已经知道了 他现在好多了 好了好了 你把这青菜拿给你爸 给他做了 这这是干嘛呀 这个拉完了肚子的人 不能吃大鱼大肉的我跟你说 要多给他吃点青菜 另外熬点粥吃点小咸菜 明白不 谢谢您啊 甭谢那么客气是安 走了啊 我有急事 你给他插粥的时候 那个插细点啊 乱乱乎乎的 听见没有 不凉不热的时候给他吃啊 吃吧 你看你 干点活弄得哪儿啊都是 给你做好吃的还那么多意见 给我做 你不吃啊 没良心的 你今天怎么那么有良心啊 我什么时候没良心来着 多了 翻脸不认人的时候啊 我什么时候跟你那样了 还少啊 说不定什么时候招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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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脸就不认人 连个过程都没有 老段 你说 假如有一天我搬走了 咱们还能经常见面吗 你搬哪儿去啊 我就说假如 那看你搬哪儿去了 你要搬到国外 我怎么去看你啊 我连路费都没有 抠门 小气鬼 要我我就会去见你 梦我吧你叫 谁梦你了 只要你也想见我 花多少钱 我都会去见你的 说吧你 真有那么一天 你这会嫌我烦人了 那是你 我才不会呢 那你怎么知道我会啊 我当然知道了 说不定哪天孙子都抱上了 再来个恶霸式的老太太看着 出来见我 哪有那么一个老太太 你的秘密呗 感觉在这儿套我画呢 谁套你画了 老段 要我说 你跟小喇叭就好了嘛 嗯 最起码还知根知底的 她对你优势真好 我告诉你 甭看外边那些老太太 表面上打扮得流光水花的 不定哪个就周八皮呢 到时候啊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我想救你都救不了你 行喇叭给你堆去 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你想想啊 万一你要是倒霉 就算你没碰上周八皮 你碰上一老年版的林丹玉 你也受不了 还不够你伺候他的呢 你这嘴怎么那么损呢你 我是为你好 你别不知好歹啊 最起码小喇叭 她那个 王大妈身体比你强吧 又是真心对你 她又知道心疼你 她打扮打扮呢 也还过得去 你哪找去你 你怎么越说越想真事了 你说吧 你准备搬哪去 我说的是假设 假设有一天我搬走了 总不能看你往火坑里跳吧 你哪那么多假设啊 我可记得有人痛哭流气的指前发誓 说等我死了以后再考虑自己啊 我说的是 如果没人管你的话 黄鼠狼给祭拜年 我怎么黄鼠狼给祭拜年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因为季晓东吗 怕你跟季晓东走了 就生我爷儿了 谁告诉你的 我还用谁告诉啊 我是火眼金睛 记着点时间啊 十分钟要不然锅铺了 好 甭把自己形容的那么可怜啊 等你娶周八匹那天啊 说不定还没我这心思呢 我干嘛要娶周八匹啊 我自己待着挺舒坦的 想干嘛就干嘛 你总不会这辈子就这么过了吧 为什么不会 鬼才信呢 你今天不跟季晓东出去玩了 谁告诉你我要出去的 这倒够奇怪的 奇怪什么 这刚追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你可得小心点 好吧老段 我扶你了行了吧 你越神秘我越耐不住好奇 我给你交换秘密行了吧 好啊 什么秘密啊 季晓东 是在追我 走 走